大家好,歡迎收看沖港台 今天所說的題目是跟昨天的影片有關的 昨天的影片有關於我的泰國朋友中了Omicron 接著就說回它的情況 而且也說醫院上有一個箱子 箱子裡打開有什麼什麼 這條影片出了街之後 都引來一些關注 朋友就說那箱子好像也有很多東西 要不要錢,是不是超貴 這個方法很重要 但我竟然忘了說 這箱子的物資是免費的 裏面的藥各方面是免費給病人 是不是很窩心不錯 而另外一方面 也有朋友說 真是假的 是不是個別個案才是這樣的 第一,我沒有必要作假 無端端找到朋友 你裝模作樣拍給我看 你買一箱,然後放一些東西 做出來就可以了 我沒有必要這樣做 我真是對天發誓 如果大家需要的話 我可以拿回醫生紙 放出來給大家看 幫大家翻譯還可以 是真事,不是假的 但是個別個案 他跟他那間醫院所有的人 都是得到同一的待遇 但是是否代表整個泰國 所有的人都會這樣呢 這個我就真的不知道 因為不同的醫院 或者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就以譬如說 我有個朋友在巴提亞 這樣中了,是否都有這些東西 不是的 不一定是的 這就是視乎 他那個醫院那個機構 是怎樣安排的 第一,你在港華醫院 遇到一些遭遇 會不會在伊麗沙巴醫院 有同一個遭遇呢 都不一定的 但是,是否只有他一個人才有這個待遇呢 就不是的 起碼有這樣的待遇 有這個商的物資 都有很多人,大有人在 但是,也不代表整個泰國 所有的人都是這樣 那你的質疑是 是不是個別個案 這個可以告訴你 是都不奇怪 但是所謂個別 不是說他一個人的個別個案 是可能某一間醫院的一些病人 就會是這樣 但只是說真還是假 可以告訴你 百分百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沒有必要專程作一些故事出來 押壽事 更加沒有必要作一些東西出來 唱好泰國 泰國好、泰國正 大家來泰國 絕對沒有這樣的意思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而另外,也有朋友說 其實泰國那方面 真的做得不錯 而且最重要的是 那些人可以乖乖地 很自律地 真的在家裡不出街 這也是 例如我朋友先說 他真的想著 我在家裡不出街 第一,自己家裡也有其他物資 不一定要吃那些媽媽麵 吃其他東西也有 六碗粉 家裡也有其他東西 至於你說 會不會有些人很不乖 靜悄悄出去 這些真是很難說 看自己個人的什麼 譬如香港也試過有些人 明明帶著手帶 都偷走出去也有 甚至乎在現在 現在就叫做 Tax and Go 但之前真的試過 有些外國 外國遊客 我們經常相信 有些外國人很誠實 很老實 但也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來到泰國 有試過有些 驗了 報告都未出現 已經被拘捕了 有些報告出現了 報告出現了 不理會 結果被拘捕 是拘捕不到 結果要回到領事館 我自首 再安排警察去捉回去 變成都有這些 不負責任的人 世界各地都有 變成這些真是很難說 但我相信泰國人 在這樣的環境來說 都應該OK吧 但當然 你可能會跟我說 不是 我身邊那個 每晚出去抱的 每晚花天走地 我自己都不知多害怕 可能有都不奇怪 但這個真是沒有百分百的 這個世界真是沒有百分百的保證 還有這條片裏面 其實也有些人說 很難跟香港比較 香港地小人多 還有香港現在這樣的情況 其實一旦爆發都很嚴重 所以政府嚴重來講 都是好的 那是有道理的 但是還有一件事 有個朋友也指證了 原來我搞錯了 不是舔了東西去捉高灣 而是有機會受感染的人士 才去捉高灣 即是你舔了東西的話 就去醫院或者其他地方 你是接近那些 coast 接近那些受感染人士 還有有機會受感染 才去捉高灣 這樣說 哇 那真是超級大禍 據聞捉高灣裏面 自己那些 康奸都受到感染 那是否應該封鎖了整個捉高灣 去搬去另一個捉高捉高灣 還是大鞋灣 還是這個 這個 這個 什麼灣呢 上海灣 那怎麼搞 真是不知道怎麼搞 總之就是 整件事就已經是 都不知道用什麼角度去處理好 那由最初大家覺得很認真去處理這件事 和覺得是很悲劇 到現在呢 都已經 是咯 都是悲劇來的 但都已經是 又哭無慮了 都已經 是咯 尤其是 昨天有朋友 有張相片傳給我 那 我跟他說 真是假的 是不是個別個案 那他說在網上拿回來的 就是有位先生 在茶餐廳吃東西 那有個大膠袋 套著自己 套著食物 在那裡吃 是的 防止那些細菌 你說幾慘 幾可憐 搞到這樣 真是 不知道這個病情 什麼時候才會真是好 你說 香港地小人多 一下不小心 真是大規模爆發呢 那到後來呢 我是想不到 整件事是可以怎樣完 是怎樣可以搞定的 真是真是想不到 泰國 泰國地方大 人多 但是呢 起碼叫做 那些人口沒有那麼囂密 那可能呢 有某些位置 都還可以保障到自己 但是一旦香港這樣 尤其是 譬如那些專家經常說 那些通風系統 在廁所上面 然後又可以走下來 那樣 又說 什麼 角落頭位 那些菌又躲在那邊 又散發出來 這些 我聽到我都覺得 哇 電影來的 那時候好像有套災難片 是這樣說的 是啊 現實生活就是這樣 所以變成 現在大家 只能夠做的就是 見日過日 自求多福 自求多福 希望沒事 希望感染不到 又或者感染到 都不會太嚴重 不會死 在泰國都還好 就想感染到 我都不需要 被捉去隔離 去捉高灣 即是過新年 但是如果香港朋友來講 真是無事出街 就少出事了 即是沒有什麼都不要出街 否則的話 一個不過意的話 即是捉高灣過新年 希望大家千萬不要這樣 希望都是那句 自求多福 都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每日都會見到一些 令人震驚 兼且很驚慨的新聞 關於這隻 Omicron 現在還說 又有一隻新品種 是吧 何時何日 才可以了斷到 唉 就是自求多福 自求多福 多謝大家收禮 多謝 多謝大家